字幕提供 我想大家都是關注 這個 可以嗎 我想大家都是關注這個 食油的問題 因為剛才 你們可以說 我聽你們可以說 可以嗎 好 大家非常關注的 就是在台灣來的 有問題質素的食油問題 剛剛我們食安中心的 何醫生都開了 簡報會 最主要來講有兩樣東西 第一樣就是 就著早前 有一個消息 就說香港有一批 的豬油 是出口了去台灣 那食安中心 已經掌握了這個 出口箱的資料 也都透過這個出口箱 知道了 它那個豬油的來源 是在 元朗的一間工場 現在我們 食安中心的人員 正在進行調查之中 所以結果是怎樣呢 就要等到我們食安中心 調查完才行 另外一方面 就是台灣的當局 也都是跟我們 證實了 其實是他們 調查的有問題質素的 一批的豬油 其實暫時 是沒有資料出口 來香港 就算早前 都會公司進口了 給美心集團 用的那批豬油 根據台灣有關當局 他們調查的結果 都認為雖然是 在強貫的廠裡做 但是是不同的 一個部分生產 所以暫時沒有證據 是有影響的 所以其他的一些 強貫出口的 來香港的豬油 基本上 台灣有關當局證明 不是他們調查的對象 也就是說 不是在這次涉及 是有問題質量的豬油 的調查範圍裡面 但是大家都知道 因為較早時候 未能夠獲得 這些資料的證實 我們食安中心 是有必須要 採取較為審慎的 一個做法 所以 無論它是不是 證實了 是這個 傳統的香豬油 就是涉及質量有問題的 這一批香豬油 食安中心 都是要求 是下架 封存 然後檢驗的 我認為 這個做法 是符合我們 對於食物安全的要求 是一個審慎的做法 所以我認為 這個做法 都是正確的 雖然 現在台灣的當局 是越來越能夠 比較清楚地證明 未有跡象 顯示 有問題質量的豬油 是曾經出口回來香港 對於香港的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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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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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因為食安中心的人員 現時正在 在廠房 在廠房 在廠房裡 進行調查 我相信他們 收了工未 我也不知道 所以 我暫時 不可以 有一個 任何的結論 也都不希望 大家去 再去揣測 因為 既然已經在調查 所以 應該 很快 會有答案 好 我不想妨礙這個進行 我要先進去 不好意思 謝謝